见远 第四十七 不出户 知天下 不亏有 见天道 其出迷远 其知迷少 是以圣人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 有大道思想修养的统治者 要特别重视从理论视角看问题 要善于超越物质表象 而抓住事物的本质 要做到 不出户 知天下 不亏有 见天道 越是精于专业知识 和具体事物的统治者 其对大道的领悟就越少 这句话的逻辑 类似于说专家之中很少通人 可以参考任信第七十八中的 弱之胜强 柔之胜刚 天下莫不知 莫能行 以及显至第八十一中的 知者不博 博者不知等言语 因此 真正善于实践 大道理论的统治者 一定是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的类型 本章 见远第四十七 是老子对统治者提出的 戒条之四 内容是老子要求统治者 要坚信大道理论 要有能够做到 不行而知 不见而明 不为而成的理论自信 和道路自信 妄志第四十八 唯学日益 唯道日损 损之又损 以至于无为 无为而无不为 取天下常以无事 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具体的学问和知识 掌握得越多越好 选择思想和哲学 则是去粗 去精 日见精一的过程 在众说纷纭的思想和哲学中 精选 再精选 不断排除不切实际的 最后一定回到 无为为标志的大道思想上来 遵行无为思想 才能事业顺遂 无所不成 统治者有天下之志 一定是把无为思想当作日常 当统治者背离无为思想 则不足以治国安邦 本章 妄志第四十八 是老子对统治者提出的戒条之五 内容是告诫统治者 对大道理论和世俗知识学问 要有明确的性质区分 对大道理论要有理论自信 要忠诚地执行 无为为思想 要理解老子这条建议的意义和重要性 可以参考党中央提出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的主张 对大道理论和世俗知识学问